之后 我有很多在近地空间 地球上和水下的探索经验 还下到了太平洋的海底 一次 我遇到一个李家的老朋友 一名宇航员 他说 维克多 大家都喜欢听你说话 这一切都很好 但你能告诉我真相吗 你真的能在太空做事情吗 还是你只是骗人 我有个提议给你 我不会要求你去月球 看那里的东西 因为我也无法验证 我打算请你帮一个小忙 你有空可以去我李家的家 我会在墙上 为你准备一个写字板 你的任务 只是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画的是什么 当你见到我时 你告诉我 就这么简单 顺便提一下小细节 当我的矩阵 在轨道上工作时 我可以与人交流 也就是说 我的肉体 仍然保持着完全的意识 我可以回答 我周围人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他们 我的矩阵看到了什么 此外 我身边的人 通过握住我的手 也可以看到东西 虽然 他不清晰 但仍然可以看到 我在莫斯科 有很多工作 我决定抽空 拜访一下这位朋友 但是我不熟悉 他家的地点 于是我让妻子 作为导游 他告诉我 如何找到他 我找到他家的窗口 我发现家里没人 公寓里的灯熄灭了 矩阵穿过玻璃 溜进公寓 但在他说好的地方 墙壁上没有写字板 我意识到不存在 我想离开 但我的妻子说 你试着找找那块白板 长话短说 墙边有一个相当高的柜子 在柜顶 我看到了一块白板 它是盖住的 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拿起它 看看它写了什么 但矩阵中没有手指的感觉 我把它称为气手套 想象一下 你的手上有一只橡胶手套 里面有空气 你可以感觉到 你正在拿起什么东西 有弹性 但本身没有触觉 所以我试着 用我的手抬起白板 我看到了我需要的东西 放开了白板 离开了 一个月后我回到李家 我们见面吃饭 我在餐巾纸上画我所见 他从房间里拿来同一块白板 说 嗯 是这个吗 我开始检查这块白板的内容 我发现和我当时看到的有些不同 我告诉他 没有这些碎片 也没有多出的两个字母 他说 这就对了 我后来加的 现在我谈谈一些建筑和能量的事情 有一次我访问了太空朋友的星球 我被一个事实所震惊 在他们的星球上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寺庙建筑 他们说他们不需要宗教 他们有知识 是的 我看到了住宅楼 我看到大学 知识交流的地方 所有的住宅都是彼此相距甚远 有趣的是 我问导游 为什么房子被绿色植物分开 相隔遥远 也为这个星球并不大 只比我们地球大1.5倍左右 但他们的人口密度与地球上相同 他向我解释说 根据他们星球的标准 家庭的生物场扩散到离房子半径250米远的地方 如果你建的房子在这个距离之内 那么你的家庭和临近家庭的能量之间 就会有一个能量交换 那么在潜意识层面就会影响到另一个家庭 这就是为什么理想的住宅要保持最小的安全距离 当谈论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公寓 所谓的赫鲁小富楼 都是彼此相邻的 为什么这种房子的患病率很高 也为当一个不健康的家庭住在那里 他们影响周围250米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人类正处在第三个千年的门槛上 他们多次向我指出 我们必须转向新的能源来源 事实是 地球的能源储备正在走向尽头 美国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 他们很早就明白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保留了所有的游景 他们从伊朗 从伊拉克买石油 但是 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 能源饥荒始终伴随 人类必须寻找另一个全新的来源 而这恰恰是人类自身的能量 我多次看到他们 借助个体的生物能量在空间移动 数百万光年的沟通 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意志而进行的 沟通是绝对清晰的 没有障碍 我也使用这种交流方式 当我需要获得一些信息时 我联系我的朋友 获得任何信息 不管他们离我有多远 所以你和我都是巨大的能量员 我第一次参观外星人的飞船 发现他没有推进系统 在这台完全无法理解的机器的中间 有一个小凸起 他们向我解释说 他们集中精力 将自己的能量引导到这个接收装置的喇叭桶中 船是由人类的能量驱动的 如果他们可以自己单独在太空中旅行 为什么还需要飞船呢 当我问到这个问题时 他们说 飞船就像一个保护壳 可以抵御任何恶劣的宇宙辐射 它们同时也是人类能量的收集器 当人们在着陆位置时 它们会感到非常舒适 没有能量损耗 也就是说 飞船像充电器一样 给它们补充能量 同时也是飞行器 我们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 即生物能量学的时代 知识正在被赋予 我经常被问及 你是否使用这些知识 我回答说我没有 我还不能使用这些知识 因为我的基础知识 和它们的差距还很大 我必须不断提高 以掌握这些知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